代表这个产业不是归某一个人私有的 组成一个董事会 董事会里面可以请这个在家出家来担任 他有权处理这个道场里面的财务 人私 委托真正有修有学 得高望重的或是法师或是居士都可以 委托他 请他董事会请住持 请负责管理道场的人 那么这个人他来管理 他来负责教师 做鸿发立身的事业 其数借骨度员 这个道场的主权人 就是祈托太子跟借骨度战争 他们等于是董事会 偏秦 在佛话叫离秦 释迦牟尼佛 以及他的一些学生 到这个地方来常住 到这个地方来 修行 讲经 说法 当然 这个地区 民众 来听经 来学习的人 非常之多 经典上 总是写着一千二百五十五人 还要列举即位 上手 实际上 列举即位上手 是表伐的 每一部经前面 并不完全相同 这几个人 代表这个法门的内容 他有这个意思在 所以不识 随便列举的 这些地方 我们要注意学习 修道的人 旧的人 决定不沾日 明文立养 我喜欢 请不吝点赞 订阅